我是李光磊 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是2015年在加拿大孟塔利尔注册成立的非盈利性公益组织 五年来我们践行为加州两国民众公益服务的宗旨 中心的志愿者为民众主要是华人华侨 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解决了许多的问题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爆发 受疫情影响 中心的主要公益服务由线下转到线上 主要在微信群和祖母直播间进行的 由于是线上工作 中心的志愿者不只是来自家中两地 还有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志愿者 受益的民众也扩展到世界各地 中心的公益工作从年初 次序 高效进行到年末 志愿者都付出了大量的精力 时间 以及他们的专业 现在我们每周五十场左右的公益学习和活动 以赤许数月 一是常开发 这些公益学习和活动主要是四个方面 七个语种的语言学习 多种多样的文体活动 医学健康知识和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讲座 以及各种方便民众生活需要的讲座及活动 参加活动的朋友很感谢中心的这些服务 可以说是人人受益 好评如潮 还不断有人表示 在加拿大这么多年 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 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好的公益组织 你们中心的公益服务很贴心 而且很丰富 我们想到的 你们都做到了 很多我们想不到的 你们也做到了 在你们中心 既可以学到很多生活中的实用知识 也可以强身健体 育于身心 实实在在的丰富了 我们的居家生活 我们是很感恩的 在此 我欢迎 更多的朋友 参与和受益于 我们中心的各项公益学习和活动 也欢迎更多的爱心人士 加入到我们中心的志愿者行列 同时 我要感谢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 所有志愿者五年来的爱心奉献 感谢所有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组织 团体对我们中心的支持和好爱 在此 谢谢大家 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的新老朋友们 晚上好 欢迎来到礼拜一晚上七点钟的TST财富大讲堂 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 也是今天晚上的主讲人之一 唐佳 那么刚才那个短片呢 是我们中心的创办人 也是中心的营运主席 李广磊先生 在去年圣诞节的一次晚会上面的一个简短的介绍 介绍了这个中心的主要的一些活动 我相信我们的老朋友就不用我多做介绍了 你们肯定受益于我们这个中心的很多的公益活动 那么对于新朋友来说 可能听说 每个礼拜有50多场的活动很多 但是现在的数字其实已经超过了这个 并且李总告诉我他 自己一个人呢 他一个礼拜的工作时间要超过110个小时 所以非常的令人钦佩 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TST财富大讲堂 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是新冠疫情下的这个 我们的新策略 我想在我们开始之前的话 先请我的另外两位合伙人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少尉请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维维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晚上好 好的今天晚上的这个讲座呢 就有我们三个人一起为大家提供这样的这方面的信息 我先把PPT 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是新冠疫情下家庭保障的新策略 因为新冠疫情会影响到我们一些家庭保障的先后的次序 它的重要性等等 以及它的时间上的一些安排 那么 团队呢 非常简单 TST三个字母就是我们三位的信的第一个字母 今天晚上的这个主题呢 是分成三个部分 首先呢 由我的合伙人孙少尉先生给大家介绍新冠疫情下受险的新策略 然后由我们的韦韦来给大家介绍疫情下重极保险的新策略 最后呢 由我唐佳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分红保险的解读与选择 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少尉 少尉请 大家好 下面由我来讲解新冠疫情下的受险新策略 今天呢 注意到的是夏至 我们呢 疫情是从那个去年的春节开始 一黄已经是一年半了 渐渐的已经是见到了曙光 我们也悲感兴奋 我们对新冠疫情呢 对这个生命啊 健康的一些挑战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 我们也通过TST 财富大讲堂这样一个公益讲座呢 向大家传达 或普及 在疫情下 或者在后疫情时代呢 家庭保障的一些策略 在加拿大呢 我们那个新冠疫情确诊呢 现在已经达到了140万 其中呢 在我们魁北克省是有26万 我们魁北克省呢 现在也还是说是 在排在前列的 在各省的新冠的确诊人口比例呢 我们魁省新冠确诊比例 是人口的10.3% 之前呢是1100 后来是退居于第二 目前呢是阿尔伯塔省呢 它是排在了第一位 再从各省的死亡和 人口的对比来看呢 我们魁北克省的人口是 这个安省的58% 但是呢 新冠的死亡人数呢 却比安省还多了2000例 这个是和我们 这个人口数的比例是不相称的 好在我们已经是迎接到了曙光 我们的魁省呢是854万人口 然后安省是1463万人口 我们的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 从我们的蒙特利尔呢 这个感染的新冠的这个年龄主来看呢 从20岁到50岁这个占比呢 是将近60% 所以这个后来呢 我们这个就是中间的这个年龄段呢 还是居高不下的 总体来看呢 我们加拿大新冠确诊的总数是140万 其中有26%是在魁省 各省的新冠确诊率呢 我们魁省呢是占据第二 是占4.3% 各省的新冠死亡人数呢 魁省是11000 比安省还多2000 蒙特利尔新冠年龄主呢 是20到59岁 占比将近60% 所以新冠疫情呢 对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健康 都带来了严重的挑战 由新冠和引起的这种重疾啊 还有死亡呢 对我们威胁还是蛮大的 从疫情爆发之后呢 我们蒙特利尔呢 也包括其他的省份呢 也都传到了这样的消息 包括我们蒙特利尔就有 在团购遗嘱 这样一个 一个行为 比如说有些那个炸货店的 店主们 他们就感觉到面临着这个 健康的威胁 纷纷呢 去办理遗嘱 所以说呢我们 还是要正视 这样的一个威胁 做些必要的安排 防患有未然 在新冠疫情下呢 我们家庭的保障呢 面临着失业停歇的挑战 如果说一旦的 出现了重症 不治的情况呢 我们也涉及到这种 遗产的规划 我们 做保障呢 是我们不希望是能够 去得到它 但是呢 我们是避免 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没有所依靠 所以在新冠疫情下呢 我们家庭的保障呢 是面临着失业停薪 还有要还贷款呢 还债务 要抚养孩子 也涉及到遗产的一些规划 我们用什么样的保险呢 什么样的策略 可以来满足这样的要求呢 我今天呢 简单说一下 就是我们的定期日受险 可以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花少钱 但是呢 可以办大事 可以最大限度的 去给家庭保障 定期受险呢 顾名思义 它相对是一个 定期的短期的 这样一个保障 它可以用于偿还债务 也可以抚养孩子 当然也可以做到 财富传承的功能 定期受险在市场上呢 常见的是有10年 20年 30年 也有保得65岁的 有一家公司呢 比如说就是加拿大人寿 它呢 现在是刚推出来了 一个非常的 个性化的 这样的一个计划 可以提供 5年到50年 各个年龄段 的这种计划 能够最大限度的 满足大家 个性化的需求 但是定期受险呢 它最高呢 是能保到85岁的 它是有别于 这个终身的受险的 像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 分红是终身受险 或者是 Universal Life Assurance 我们说的 万用人寿保险 那都是终身的人寿保险 定期受险 它主要的特点呢 它相对是 保障短期的 相对短期的 这样的一个 保险 它的优势呢 就是说 可以花很小的 这个价钱 就可以买一个 相对高额的保障 这个呢 主要是说呢 精算师撤算 按照我们的 这个平均的年龄 和预期寿命 来讲 我们总体来讲 这个得到理赔的概率 是很小的 但是呢 这一旦发生在某个家庭上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 木叶顶之灾 或者说呢 就是让人 无法去承受 所以说呢 定期承受保险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保险方案 这里面拿一个 30岁的 男性 他不抽烟 一个20年的 这样定期受险 保五十万 来看呢 他每年呢 每个月呢 只需要31.5 加币 女性呢 更便宜了 24加币左右 这里大家会看到 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 它的价格是 也是在增长 所以呢 保险呢 它是一个 确定性的 随着年龄增长 它的保费会增加 所以它是一个 会 固定的 肯定是要涨价的 这样的一个 产品 另外一个因素呢 就是要在 健康的时候 包括自己身体健康 也包括自己的 自己亲属 父母啊 还有兄弟姐妹啊 他们如果是没有 重要 重大疾病的情况下 比如说 心肠病啊 中风啊 或者是 危急生命 各种癌症等等 重大疾病的情况下呢 还是容易受保的 少受保 而且是 它 这个价格是 比较便宜的 定期受险呢 它的主要的 这种功能呢 主要可以作为 偿还债务和 抚养 抚养义务 比如说呢 刚才的案例 他 30岁的男性 不抽烟 他买了50万的人 一个保护 如果说 一旦呢 他不幸去世了 那么来讲 可以是 有20万 偿还债务 剩余20万呢 可以作为 抚养孩子 还有10万呢 可以传承给 Fail 这里面呢 这张图呢 是非常直观的 体现了 就是说 定期受险 它的一些优势 它呢 是可以用少量的资金 来购买 这个相对 逐额的保障 主要的目的是 是想让客户呢 先受保 在以后呢 在经济状况 有好转 这情况下呢 可以进行 更长期的 定期受险的转换 也可以是 转换成 终身的 人寿保险 它可以最大限度的 去 锁定 现在的 健康的身体状况 我们这里拿一个 十年的 定期忍受保险 来举例 它在那个 七年之内呢 可以是 转换成 更长的 比如二十年 三十年 或者更长的 这样的 忍受保险 定期忍受保险 然后在 十年 有效期之内呢 它可以 不用体检的 即使说 身体发生了 不好的变化 得了重大疾病 无在受保的情况下 它仍然可以 转换成终身的 人寿保险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要 适当的去 配置一定的 这个定期 人寿保险 它花钱少 但是呢 能够买 相对逐额的保额 所以说 这个保险呢 应该是 要尽早的 进行去 配置 下面呢 我们 再看一下 在这个新冠的 疫情下呢 我们 不禁要问了 受险的理赔呢 会不会 增加这种 排新冠的调控 或者重疾的理赔 会不会增加 这个排新冠的调控 也包括新冠 康复患者 是否会被拒绝呀 是否会增加费用呀 还有就是说 今后的保险的成本 是否会因为 这个新冠 得了这个新冠之后 会增加 那么呢 那么呢 各家保险公司呢 都在调整当中 所以我们 要怎样去做呢 所以说 我们的建议 就是要尽快行动 尤其是在我们 疫情 这个形势 逐渐好转的情况下呢 包括餐饮 还有各个行各业 慢慢服输的情况下 我们要生活 回到这个正常轨道上来 我们尽快地 要把这个保障的事情 放在前面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是后顾无有的 中和来看 定期受险呢 它主要是有这样几个特点 就是保费比较便宜 但是呢 保护相对很高 它可以用于偿还债务 也可以完成这个 抚养的义务 它有非常好的 这种灵活转换的功能 能够锁定 现在的健康的身体状况 即使将来身体发生了 不好的变化 但是在有效期之内 也可以转换成 终身的忍受保险 所以说我们尽量呢 是在这个政策调整之前呢 尽量的安排好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和我们TST团队的 伙伴进行预约 在疫情期间呢 大家也有不少呢 是从那个condo 换到了这个独立屋 或者是呢 有一些这个房产购置 添了第二套房 或者第三套房 实际上这个房产的购值呢 是直接是增加你的资产 有些呢 还通过贷款 那么来讲 它的负债也在增加 这个定期受险呢 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可以来保障 这个负债增加的这块的一些风险 大家要问说定期收险和贷款保险 到底有什么一些区别 这里面呢 主要是讲呢 这个贷款保险呢 它的收益人呢 是银行或者是一些贷款机构 像个人的保险呢 它是可以是由这个保单持有人 它来指定的 所以说它是 更灵活 从这个保额角度来讲呢 贷款保险它最高的额度呢 就是说是贷款的额度 而我们的个人定期受险呢 它保险的额度呢 不单单是包括贷款 负债 也包括孩子的抚养义务 包括给家人一些额外的收入 等等的 这样是一种个性化的需求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保额呢 可以远远的超过 这个贷款的额度 能够满足个性化的需求 再一个呢就是说 这个我们定期受险呢 它在这个有效期之内 它的这个赔偿额呢 是保持不变的 但是呢 贷款保险呢 它的赔偿额是随着贷款的额额下降下降的 到最后呢 它会回到零的 还有一个重要一点 就是说我们定期受险的审批呢 是基于您 现在的健康的身体状况 然后进行审批 如果说一旦审批通过 在有效期之内 即使身体发生了变化 那么你还可以灵活的转换 转换成更长的 这种定期受险 也可以转成 终身的人受险 但是呢 如果是贷款保险呢 它会简单的问一些问题 如果在理赔的时候 如果不符合条件的话 会遇到理赔的困难 由于实践原因 就讲到这里面 然后下面有请 韦韦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 了解一下我们 这个TSD团队 每周的一些讲座内容 那么今天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 这个新冠疫情的情况下 还有什么保险 我们是可以给自己添置的 刚刚校尾 已经跟大家介绍了 这个定期的人受保险 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加拿大的重疾保险吧 有很多朋友会问 加拿大的 这个保险 这个医疗系统的话 其实已经是包括了 这个基本的一些疾病的治疗 所以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这个 重大疾病保险呢 少尾你不可以 你可以帮我翻页吗 我现在好像控制不了 行 下一页下一页 对那么呢 什么是重大疾病保险呢 首先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它是由一个 著名的心脏外科医生 所提出来的一个保险的理念啊 因为当他在给克尔 那个病人治病的时候发现 其实随着这个医疗技术的提升啊 很多大的重大疾病 都是可以治愈的 只是说在治疗和康复的过程中呢 给这个病人的家人 带来的影响 更多的是经济上的影响 因为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就不能正常的工作了嘛 对吧 所以呢 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 这个生病和康复期间的一个 收入的代替 那么这个重大疾病 它所给的理赔呢 是跟我们医疗的费用 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它是一个很自由使用的一种保险 我看下 好像可以了 对 它是一个 可以按照自己意愿所使用的一个保险 那么在魁省的这个医保系统下呢 我们知道 住院的时候呀 这些就诊的费用 平时诊所 看病这些费用呢 都是医疗 那个医疗卡可以报销的 就是我们不需要自费的 那么呢 我们平时去医院 看完病之后 医生开的一些处方药呢 去药房买药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付一部分的 这个费用的 那么呢 在魁省这个医保下头 其实它保障的是 这种国产药的一个费用 如果说我们在治疗一些 重大疾病的时候 需要使用的是一些进口药啊 新型的特效药的话呢 那其实这些是不属 这个魁省医保所覆盖的内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是需要自费去购买这个药的 那么像这些 就是治疗 癌症的一些特效药呢 我们会经常看到新闻说 有些特效药 有可能会 一个礼拜就是要花一两千个的一些费用 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在这个需要自费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还是需要自己购买一下 这个重疾保险 因为像刚刚提到的 这个魁省他不保的一些内容的话呢 还有在我们康复的时候 如果说因为不能工作 但是我们没有了收入 但是我们比如说平时有房贷啊 有房租啊 还有基本的生活费用这些 还是需要自己掏腰包去处理的 那么这个呢 政府也不会给我们一个报销的 对吧 所以呢 这个重疾保险所给的理赔呢 他使用的范围非常大 一个是可以去支付平时的生活费用呢 然后呢 支付这些政府医保不保的一些治疗费用 或者是特效药的费用 然后另外呢 如果说我们想更快的得到一些治疗 想说我们可以回中国看呢 或者是去美国看这些专科医生的话呢 这些都是需要自费的 所以呢 如果有一个重疾保险的话呢 是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支援的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说 用自己的这个储蓄去治疗这些重大疾病 那么如果说我们有的选择 有保险公司替我们付这一笔钱 那是不是就更好呢 那么看一下这个统计 在魁省的这个平均的等待 看重疾的这个时长 已经是将近五个月的时间了 所以呢 就是有时候可能是不太严重的一些疾病 会等待的时间越长的话 你的治疗的可能性就会越低 对吧 所以如果说有的选择去国外接受 更迅速的一个治疗的话呢 那当然是最好的了 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我们加拿大人受这个重疾保险 他到底保的哪些内容啊 其实大概67%的一个理赔的呢 都是像是心脏病啊 这种不同的一些致命的癌症啊 还有这个中风这种这几种大病 然后呢 还有包括一些丧失独立生活能力 像这一项的话呢 它很有可能不是因为疾病而引起的 有可能是有意外所引起的 所以像这些常见的一些大病的话呢 都是在这个重疾保险里头 会受到保障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018年的一些理赔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呢 像牙医啊 还有一些 这些就是大家就是职业人士的话呢 他们都会给自己做一份重疾保险 那么呢 他们做这个重疾保险的年龄呢 有很多都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做这个重疾保险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保单的这个年份的很多都是十年以上的 所以这个也就说明了 当我们做这个重疾保险的时候 当然是趁着年纪比较小 然后身体非常健康的情况下去做这个重疾保险 因为重疾保险的审批会比较严厉一点 所以说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小的毛病 虽然说在这个家庭医生的角度上看 不是太大的毛病 但是在这个保险的风险计算里头呢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话呢 那有可能你会得到一个保险的加价 或者是直接被保险公司拒保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所以做这个重疾保险的一个保障的话呢 最好是趁着自己这个身体状况 一切正常的时候去做这个重疾保险的申请 那么呢 像这个重疾保险呢 首先是有一些就是在保单里头已经有的福利 比如说这个初级的重疾的补助 那么呢 在这个列表上头的八种疾病 如果是在早期的时候被检查出来了 会得到一个初期的一个补助 也就是你选的 你给自己买的这个保单的保额的15% 然后最多是可以理赔四次 然后是每一次是五万的这个一个初期补助的封顶 意思就是说呢 这八种疾病中你可以理赔四次 就是不同的一些疾病在早期的时候发现 那么你得到了这个理赔的话呢 然后你这个疾病就治愈了 这个时候你并没有得到一个全额的理赔 也就是说你得了15%的一个保额的理赔 那么以后呢 你接着可以得享受这个全额的理赔 如果又得了别的一些重疾的话 所以这是一个初期的重疾的补助 然后呢 这还有第二个福利呢 这一项是你可以选择是否需要加进去这个保险里头的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比如说 一个人他做了一份保险 给自己保了一个20万的重疾 那么在第一次理赔的时候 他发生了这个心脏病或者是中风的这种疾病的话呢 那么过了一年之后 如果不太幸运的 他又被检查出来得了一些致命的一些癌症的话呢 他是可以得到第二次理赔的 也就是说第一次他已经得到了一个20万的一个理赔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保费是不用再继续付了的 那如果不幸的是发生第二次的话呢 他会得到一个50%的他的保额的理赔 也就是10万 那么呢 这个第二次事件呢 他就是有两种情况下可以得到理赔的 就是第一次是理赔心脏病或中风 然后接着是这个致命的癌症 还有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一开始是得了一个癌症 然后再过若干年后得了这个心脏病 这两种情况下呢 是可以得到两次的赔付的 那么呢 还有这个Beth Doctor 就是最佳的医生的这个服务呢 他是包含在这个保单里头的 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看医生的绿色通道 因为像我们知道在加拿大看这个专科医生 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等待和预约的 那么呢 有了这个最佳的医生 Beth Doctor 这个服务的话呢 你是可以从这个网络里头联络 全球一些著名的专科医生 去给你做一些分析或者是诊断的 那像我们平时选工作啊 买房什么的 都会说多看几家 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对吧 那么呢 我们在做这种对自己性命有关的 一些医疗方面的治疗的时候呢 其实多听一下不同专家的这个诊断意见的话 会得到更多的这个治病的方案 看看哪一种会更快速 或者更有效的给自己提供到帮助 所以呢 这个Beth Doctor 是相当于一个看医生的绿色通道 那么他很好的就是 除了你自己本身可以享受到这个服务的话呢 你的孩子 你的配偶 还有你的父母 还有配偶的父母 都是可以享受这一项服务的 所以像我们平时做一些普通的车房保险的话呢 我们知道这个保险 就是保费交了的话 但是你没有理赔过的话呢 它是就是相当于把这个保费给花掉了 对吧 但是理赔的结果就更不好 理赔过的结果就是你的保费 明年或者甚至后几年都会增长很多 那像这个重级保险的话呢 首先我们做的基本上都是保费是一个固定的 它不会增长的 你可以选择定期十年 二十年或者是终身是一个同样的保费 那么呢 这个重级保险呢 在 它会有三种结果 第一种结果呢 就是如果不幸得了一些重级 二十六大类的重级其中一项的话呢 你会得到一个全额的免税的一个支票 所以这个支票呢 你可以按照自己所需去安排如何使用 第二种结果呢 就是这个保险合约期内 如果没有得重病 但是因为别的原因已经过世了 比如说一些意外啊 或者是什么的 突然过世的话 你是可以选择把这个所交的保险的本金返还到自己的家人 或者是受益人的手里的 在没有理赔过的情况下 然后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说 如果你选择这个保单 在生效后的十五年或二十年 或者是等到你六十五岁的时候 你却觉得不太需要这个保单的话呢 你是可以选择把这个保单取消 然后呢把自己这些年来所交的一些保费都可以返还到自己手上 因为这个交的保费是我们已经付过税了的钱所交的一个保费 所以呢到我们拿回来的时候是不需要再上税的 这个大家就是不用担心税务上面的问题啊 所以呢这个中级保险呢 他并不相当于说我们把这个钱就相当于花掉了 而是说用这个钱有可能的增长的这个利息的这个部分呢 去给自己做一份保单 我们当然是希望自己一直健康 不需要用到这份中级保险对吧 那么到了一定的年份 或者是到了年老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把这个中级保险给取消掉 那这样子的话也可以拿回一笔钱 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些退休基金啊 或者是说这个养老的一些去旅游啊 这样子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我们看看这个一个例子啊 就是这张保单是一个一个例子 就是一位男性他给自己保了一个25万的一个中级保险 那么他每月的这个费用是589 因为他这个保单呢是选择付20年可以保到100岁的 所以这种保费的话每个月会稍微高一些 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啊第一种情况 中级如果发生了 那他会得到一个25万的一个理赔啊 那如果说这个中级没有发生 但是也没有啊就是突然间过世了的话呢 他是可以得到一个本金的返回的 任何一年都可以得到一个本金的返回 然后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从第15年起啊 一直到20年以后呢 他会有这个权利拿到50% 60%70%80%90%最后20年后 就是100%的这个本金的返回 那么可以看这个红色框框这边啊 是说了如果在20年之后的任何一年呢 他选择把这个重级保险取消的话呢 他会拿到手有14万左右的一个 这个他所交的本金 所以这个也是挺可观的一个数字 作为自己一个养老的基金也是可以的 OK那像我们Canada Life加拿大人寿呢 除了给成人做这个重级保险 有很大的优势之外呢 还有这个儿童的重级保险 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那么这个儿童重级保险呢 它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计划 每月只需要50加币左右 就可以有一个25万的这个保额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给小孩做这个保险呢 像我一开始就给大家说过 这个重级保险 当然是在自己身体最健康的时候做是最好的 那么呢像儿童的话 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疾病 在小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给小孩做这个保险 把他这个受保资格健康的状态给锁定住 那么呢将来他承认之后 是可以转成一个承认的保险 或者是说到了他成年之后 他也可以给自己做一份承认保险 这样子都是按照自己的需求去做都可以的 那么给儿童做重级保险 其实保障的是这个 加上自己的一个财务方面的一个支撑吧 因为像如果孩子生病了的话 像我们有在这边工作的话呢 就是会肯定是要牺牲掉很多工作的时间 去照看这个孩子的 那如果说有这份重级保险的话呢 他所给的这个理赔金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比较安心的去照顾自己的孩子 而不需要担心说 因为没有办法工作 而没有办法支持这个家庭的基本生活费了 OK那像这个儿童的重大疾病呢 除了保一些大部分的一些成人的 这个保的重大疾病 还额外增添了五种儿童特有的疾病 包括这个脑瘫 先天性心脏病 还有这个囊性纤维化 肌肉萎缩 还有这个一型糖尿病 像我们看到 因为饮食的习惯 现在很多比较年轻的小孩 或者是青年人 他们都不幸得了这个糖尿病 那基本上得了糖尿病 它本身不是说是什么大病 但是呢 它会引起一些并发症 会逐渐严重 然后现在为止呢 还没有一些 真的是可以完全治愈糖尿病的药 所以呢 如果小孩有这份保单的话呢 他如果说真的非常不幸得了 这个糖尿病呢 等他成年之后 我们可以 就是不需要体检 不会被加价的 把这份儿童的重疾保险 转成一个成人的重疾保险 那这样子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项 大家就未雨绸缪嘛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 可以看到 其实小孩的话 1到17岁 他的这个保费的变化没有很多 都是50多 50多左右的一个月保费 这样子可以得到一个25万的保额 那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说 还是挺有用的一个帮助 OK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年纪比较 稍微更大一点点的才移民到加拿大 他们可能也想做一份这个重疾保险 那我们像Canada Life去年就推出了这个新的20年定期的成人重疾计划 那这个表格上头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一位45岁的女性不吸烟 那她做的是一个10万加币的保额 那每个月只需要94块5毛5就能得到这个保障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项 因为像我们知道这个重疾的高发年龄 基本上是处于45岁到65岁之间 对吧 并且这个时候呢 正是人生的阶段处于上有老下有小 一个负担比较重的一个年龄段 是所以呢 我们更需要有这份这个收入保障的一个保险吧 所以对于年纪40多岁到50岁之间的朋友们呢 其实可以选择这种定期的成人重疾计划 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OK 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其实这个重疾保险呢 为我们带来的用途就是一个代替工作的收入 去支付日常的开支 有可能的话也可以回国或者是去别的国家 寻求更快速的私人的一些治疗 所以呢 如果说你是一个这个企业主的话呢 你是可以用这笔理赔的金额去支付你 经营你的公司啊 或者是你的云翼的一些费用 那这个时候呢 你也不需要太担忧说 当您生病的时候 你这个公司可能有些基本的一些云翼费用支撑不下去 那么呢 我们加拿大人受的重疾保险呢 基本上是在加拿大这个重疾保险的行业份额之首 那么呢 本身这个癌症类的疾病呢 有一个30天的存活期的要求 但是在去年改了这个保险的要求之后呢 是已经免除了这30天的存活期的一个要求 对于这个心脏类的疾病还是有一个30天存活期的一个要求 那么呢 这个最佳医生的服务呢 是从原本的配偶子女 现在已经扩展到父母 及这个配偶的父母 都可以享受这个best doctor的服务 所以呢 你一个人受保的话 你全家都会得到这个服务 那么还有第二次事件呢 从原本的最高理配额度5万增加到了10万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 那基本上这一项呢 是在整个加拿大这个重疾保险里头 是我们Canada Life独有的一项 第二次事件这个服务 是大家可以加进这个保险里头的 那还有呢 就是我之前提过的这个初期的重疾的补助呢 从原本的四种增加到八种 所以呢 这八种初期检查出的疾病可以得到补助 那大家就可以有更多的选项 去有可能得到理赔 那么呢 关于这个重疾保险的部分呢 我就已经给大家分享完了 接下来的由唐家给大家分享 关于这个分红人寿保险 好的 谢谢葳葳 刚才我的两位合伙人 邵葳他已经跟大家讲解了这个定期受险 葳葳跟大家讲解了这个重疾保险 那么在我们做讲座的过程当中呢 很多朋友会问到关于分红保险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想以一个案例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先来看一下这个人寿保险的常见分类 刚才这个邵葳介绍的就是定期的人寿保险 所谓的定期他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就是五年到五十年之间 我们由客人自己自由选择一个时间 比如说我们的贷款是二十五年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二十五年 比如说我们家最小的孩子到成年 还有十八年的话我就可以选择一个十八年 所以就是就像邵葳说的是个性化非常强的 那么所谓的定期的话 就是在您选择的这个时间段以内 它的保额是不变的 它的保费也是不变的 除非您在这个七年之内 把它转成更长的定期受险 或者在有效期之内把它转成终身险 那么就是另当别论了 那么再来看一下跟它相对的来说呢 就是所谓的永久的一个人寿保险 分红险呢是属于永久人寿保险的 其中一个类别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叫万能的人寿保险 万能人寿保险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非常的流行 因为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尤其是在加拿大的这个定期存款的利息 是非常高的 所以几乎您不需要去做任何的 这个投资的选择 存一个定存的话 你的万能的人寿保险 它也会有相当于一个分红的这样一个增长 但是现在呢 因为万能人寿保险 它里面的投资是由客人自己选择的 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市场的变化很大 对吧 像去年的话 这个美国股市乃至全球的股市 因为新冠疫情就是上下震荡的 非常的厉害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会直接影响到 我们选择的万能人寿保险的 它的一个理赔 所以呢 现在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分红型的人寿保险 这个分红型的人寿保险 它的投资不是由客人自己选择的 是由保险公司统一选择的 那么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它保证一定有分红 这个是加拿大过去 这个加拿大人寿过去历史上 就是从它开始有分红保险到现在 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个分红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会选择分红的人寿保险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人寿保险之前的话 我们先把一些市面上主要的资产来做一些对比 那么做对比之前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对比的原则是什么 首先我们华人最关心的是它的抗跌性 也就是说我的本金还在吗 那么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增长性 而且是增幅有多少 对吧我们过去可能是二三十年 我们如果在国内有房产的投资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说在房产方面的增幅 可能会远远超过其他类别的一个投资 那么再有就是流动性 流动性就是说是现金类的 或者是是不是很快可以兑现成为现金的 还是说像房产一样 一定要有买家才可以变现的 所以流动性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当您真正需要用钱的时候呢 如果流动性差的话呢也不能解决这个眼前的问题 最后一个在加拿大来说是非常特殊的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避税性 它有没有可以减免税等等 我们来看一下市面上的主要的几种资产的类别的对比 大致来说我们一般的家庭会做一些股票或者是基金 这个是属于同一个类别的 然后呢另外一个是房产类别的 还有就是定存对吧 我们华人也非常的喜欢就是定存好像比较 就是感觉是比较保险 因为它的抗跌性比较好 那么再有呢就是受险 那么大家如果对于受险不熟悉的话呢 会非常惊讶的发现 刚才讲的几个指标啊 受险是全部赚到的 就是从抗跌性来说呢 它的本金是肯定不会跌的 从它的增长性来说呢 它是最小的增长是确定的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一些案例 就是说我们签一个保单的时候 它会给你几个数据 首先的几个数据就是会 你会看到说我最低的保额是多少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分红保险 已经不是在讲定期保险了 所以分红保险呢 它是可能会增长的 为什么说是可能的 就是因为有的人可能在 这个还没有分红的时候已经过时了 那它就是一个最低的保额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最低的它的一个增长性是多少 在保单上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最低的保额 我们的年保费 那么如果我们选择20年的这个支付的话呢 这20年之内就是不变的 如果选择终身的话呢 也是终身不变的 那么现在呢 也有10年的这个保费 完全复完的这样的一种选择 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 在签保单的时候 就知道了它最低的一个增长性 和最低的一个增幅 相对来说呢 它的增幅是跟房产是有的一拼的 要看你的年龄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会给小孩去做受险呢 是因为就是小孩的这个受险呢 它的杠杆的比例呢 就是可能跟房产是有的一拼的 那么还有就是说它的流动性 是所有的这个资产类别里面呢 其实是最好的 因为它就是以现金的方式来支付的 股票和基金的话 你还要抛售对吧 如果市场不好的话 你还不舍得去抛售 但是受险的理赔的话呢 它就是一张现金支票 非常的简单 就是流动性是最好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它的这个优势远远超过了房产 那么避税性来说呢 就不用说了 这几个类别的资产里面 受险是唯一一个 它的增长是完全免税的 是完全免税的 但是呢我在货户里面 写了个人两个字 非常的强调 就是说是买在个人的名下的 才是完全免税的 它对比的就是 如果是用这个公司的钱去买 比如说我是一个公司的企业主 我给我自己买了一个受险的话呢 那么它不一定是完全免税的 不一定的意思呢 就是说它可能是完全免税的 也可能是有一部分的税金要交的 这个要取决于过时的一个时间点 我在这里不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主要的是 在个人名下的一个受险 所以做一下总结 分红保险的它的投资优势呢 它的抗跌性是可以确保本金不受亏损 它的增值性来说呢 是超过定存的 流动性来说呢 它是以现金来给付的 那么避税性刚刚已经讲过 死亡几夫是全额免税的 基本功能呢 就是交还个税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刚才呢 这个三个圈圈 大家看得比较眼熟啊 就是刚才的这个定期受险 也有这三个圈圈 但是第一个圈圈 我们现在是交还个税 刚才是什么 刚才是抚养孩子对吧 不是说这个是不能抚养孩子 也是可以抚养孩子的 但是呢 刚才这个定期险的话呢 就不一定可以交还个税 而分红受险呢 因为它是一个终身型的保险 所以呢 它一定是可以交还哪一个个税呢 就是交还的是最后一个个税 因为我们医生当中 这个很多人说 在加拿大来说 几个东西是不会变的 其中就是一个税 到我们过世的那一年呢 我们要交最后一个税 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资产进行解冻 我们在前几周 有做过资产传承的这样一个讲座 我们有讲到相关的一个法律上面 或者是税务上面的一些处理 所以如果朋友们还没有听过的话呢 就是以后可以来听这个资产传承 但是如果你已经听过的话呢 大概已经了解 就是说是我们最后的一个个税呢 可能是我们医生当中 要交还的数额是最高的 所以分红受限呢 它第一个功能还不是做资产传承 是先把自己的所欠的债务给还了 第一个最大的债务就是欠这个政府的 对吧 就是一个个税 再有呢可能就是还贷还债 那么其实一般来说 我们是希望用定期受限 来做这个还贷还债的这个功能的 因为现在的这个定期受限 它非常的灵活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贷款的时间 时长是多少 我们就可以非常个性化的 去做这样的一个定期的受限 因为它的成本远远要低于分红的受限 那么再有剩余的话呢 就是做一个资产传承的动作 还有一些数据解读呢 是给大家做一下 就是一般的普及的介绍 就是分红受限呢 以加拿大人寿来说的话 我们的受保的年限是保到105岁 那么很多人说现在的人 这个可能会活了超过105岁 那么这笔钱会怎么处理呢 超过105岁的时候 其实就是到105岁的时候 这张保单就到期 就合约就结束了 合约结束前没有不见 合约结束的时候 你的理赔额刚刚好 与你的现金价值是相等的 我等一下会解释什么叫现金价值 你可以想成就是你的理赔额 就是可以达到这个受险的持有人 自己手中的 而往往这个受险的持有人 就是还活着的那一位就是受保人 所以呢到105岁的时候 这张合约到期就可以拿钱走人 然后呢那个可以很好地享受一个 这个老年的 而且是非常长寿的这样的一个晚年的生活 那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 但是也考虑到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了 然后呢这个保费的这个上限的话呢 刚才有讲过 所谓的上限就是 比如说他选择的是一个20年买断的 但是呢可能这个人 这个几年 比如说第5年的时候他就过市了 那么保费要不要付完20年呢 答案是不用的 所以所谓的上限就是最高是20年 然后如果他在20年之内过市的话呢 就是付到他过市的那一年就理赔了 然后这张保单就结束了 那么保单的上限的话 也可以是付终身的 现在越来越少人是选择付终身的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非常的长寿 活到八九十岁的都不算是稀奇的 所以如果要付到八九十 八九十岁的话很多人都不愿意 所以大多数人是选择20年的或者是10年的 那么保费的核准的话呢 是受保的时候锁定的 而且是不变的 如果是20年的话 这20年的这个保费是不变的 刚才已经说过 在保单你签下来的时候 就会可以看到你的这个保费是多少 所以不用担心说将来会有什么变数 是不可控的 然后这个保额的变化 刚才已经说过是大于等于最低的保额的 等于的最低的保额的可能性 就是说是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就过市了 大于的话呢 就是开始分红有增加死亡给付的话呢 就会大于我们最低的一个保额 但是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们至少知道说我们最低的理赔是多少 最低的一个杠杆是多少 是可以在签保单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的了 然后分红的利率的话呢 是以每年的分红为准的 也就是说它每年是会变化的 每年都会宣布说我们当年的这个分红是多少 那么税务优惠已经讲过就是100%的免税的 看一下就是分红保鲜呢 就是它有很多种的分类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种分类的 可能对大家来说是比较实用的一种分类的方法 就是看受保的对象 那么比如说是夫妻个人的 也就是说是两个人分开的 那也有一种的是夫妻联合的 我们来看看它的差别是在哪里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是个人的保险丈夫 我帮大家一起来解读这张表 这是一张保单的一个估价表 然后我们看看哪一些数据 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而且哪一些数据是会出现在保单上面 也就是确定的 我会用红色的这个圈圈把它圈出来 就是这一张呢是一个50万的最低保额的分红线 这一位是50岁的男性不抽烟身体健康的 然后他每个月的保费呢是1100多 然后他最高的选择 他是选择了最高支付20年的 这个是他的一个分红的选项 我不在这里做一个解释 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我想要给大家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直观的认识 然后我用蓝色的框框标出来呢 都是打信号的 也就是说它是会随着分红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两个部分呢就是跟分红都是有关系的 左面呢就是我们刚才有讲到过的现金价值 现金价值的话呢是这个保单的持有人 自己可以借出来使用的 因为很多人不了解保险啊 以为就是说保险好像是一个欠债一样 其实保险非但不是欠债 它还是自己的一个软性的资产 跟你的房产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当你今天要把自己的房财抵押给银行 如果你急需要用钱 你要二次贷款的话呢 他会看您的这个收入的情况 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支付 偿还他的这个贷款 但是如果你同样的有 比如说你有一个100万的房子 跟有100万的保险的话呢 保险公司完全是不会过问 你有没有工作你是可以 只要里面有现金价值的话呢 你是随时可以自己打一个电话 到客服就可以把一张支票寄给您 几天就搞定了 他是不会过问就是说您的这个 有没有可能性来偿还他的这个 所做的贷款 为什么呢 银行担心就是说 如果您还不出的话 他还要拍卖你的房子对吧 对保险公司来说非常的简单 第一就是说他不会让你贷到最高的 所以呢就是他总是留有余地 会把一些可以保留给自己 偿还利息的那个部分 再来就是说是 如果实在是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的话呢 就是其实非常简单 因为这个软性的资产嘛 你的现金价值就代表 保险公司应该给到你的这个价值 所以他是一点都不担心说你没有这个偿还的那种能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尤其是我们大陆过来的移民很多人是没有工作的 所以如果您有一份大额的一个保险 里面有很多的现金价值的话呢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随时取钱的就是用于即用的这样的一个来源 那么右边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死亡给付是传承给家属的 所以我们看这张表的话非常简单 左边的蓝色的部分呢 是保单的持有人是可以自己借用的 或者是取用也可以不一定借用 但是我们会告诉你哪一种方法 对你来说是最实际最有好处的 然后右边的话呢 是死亡给付传承给家属的 同样呢快速的看一下妻子的 也是同样这个50岁的女性不抽烟 然后是身体健康的 也是一个50万的最低保额 然后她的这个保费的话 每个月要比丈夫少100 就是女性相对来说比较长寿 生活方式也比较健康 所以呢她定价的时候呢 同样的年纪同样的身体状况 相对来说她的价格会比较好 然后呢也是一模一样的 她的分红和她选择的年限 那么快速的看一下呢 也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左面是现金价值可以自己使用的 右边呢就是死亡给付 可以传承给家属的 为什么要给大家看两个例子呢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对比这个夫妻联合的保险 假如说我不是各自买50万 我买一个夫妻两个 就是他们刚好是同龄50岁 当然你一个可以不同龄 也可以做这个夫妻联合保险的 我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然后呢就是两个都是不抽烟身体健康的 我不是分开买两个50万 而是我合起来买的 可以吗 答案是可以的 而且我们来看一下她的这个价格 刚才还记得吗 是1155跟1055 我们简单的心算一下 就知道说两个价格会相差很多 一会我会给大家看一个比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如果两个人合起来买的话呢 她的这个价格会远远低于两个人分开买的 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但是有人就会问了 那么为什么还有人会分开买呢 答案是在于他们的用途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是上面的这个红色 是夫妻两个加起来的月保费是2200多 它的保额加起来也是100万 然后呢这个夫妻联合受险的话呢 它的月保费是1500多 然后它的这个理赔的话呢也是100万 它差别就是说第一种什么人会去做的 就是夫妻双方各自可以互相做对方的受益人 第二个呢是显然是不可以了 对吧 因为两个人都是受保人 所以只有等两个人全部过世之后的第三方 也就是一般来说是自己的孩子 就是可以传承 那么简单的来说 如果考虑到夫妻的退休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人比较早过时 或是两个年龄相差比较大的话呢 考虑到对方要留一个保障给他的话呢 就是要分开买 然后呢如果是要留给孩子 不考虑这个对方 因为有可能我们已经算得到 我们有生质念是可以足够的 现金去支撑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采纳后者 因为它的性价比较高出很多 相差多少呢 是相差40%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我们来看一个分红保险的综合案例分析 就是刚才的50岁不抽烟的健康的 但是我选择了另外一种分红的方式 不是说这种分红方式是比较好 而是说我的电脑软件可以演绎给大家看 就是说用这种分红方式呢 我怎样去取钱 来看一下就是它的年保费是28,000多 然后呢这个最低保障是100万 跟刚才那个分红的方式不同的是 它从第一年开始 它的分红就可以增加它的死亡给付 刚才那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呢 它是要很多年以后 它的死亡给付才会因着分红来增加 那这一个的话呢 它的死亡给付一开始就超过100万了 然后呢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它前20年 它是在存这张保单 绿色的部分呢是从71岁开始 就是从这张保单的21年开始呢 它开始把里面的所有的分红呢 都取走了 也就是它的死亡几乎是停留在 第20年的这个数字的是140万 当时的这个分红已经增加了40万的 这样的一个理赔 所以我们再来放大看一下的话呢 这个就是它20年的存 一共存了将近58万 然后呢这个是自己使用的话呢 如果是夫妻双方有一位可以活到90岁的话呢 它几乎就是可以把自己存的所有的本金全部拿出来了 那么它的利息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140万的一个免税的支票到达他家属的手里 可以跟各位保证您自己存钱的话是 您存在银行的话肯定不能达到这个数字 因为非常简单 哪怕您的这个利息跟我们的分红是一样高的话呢 您加税都加走了 可能加走了一半 但是呢我们这个是完全免税的 所以呢一笔钱变成了两笔钱 一个58万变成自己本金拿回来 还有把所有的增长呢 变成了一张免税的支票传承给家属 所以这种呢是非常实用的一种 这个分红保险的使用方式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也给大家有一个直观的印象 就是看一下分红保险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刚才的这个 分红保险的这个选择的策略 就是刚才有讲过 如果夫妻互留退休保障的话呢 就是说是我们的受益对象就是配偶 如果是资产资产这个免税传承给下一代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受益对象就是儿女 然后如果是利用保险的这个杠杆 放大整个的家族资产的话呢 我们甚至于可以给到第三代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父母可能稍微年纪有点大了 比如说是60岁以上了 他们自己做保险的话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贵了 但是呢他们有一笔钱 他们就可以给自己的孩子去做保险 给自己的儿子媳妇或女儿女婿 去买这样的一个联合的保险 他传承的对象就是 给到自己的第三代 所以呢这一种也是非常实用的一种 做保险的策略 我们来综合我们今天三位所分享的 就是定期人寿保险的话呢 其实是在最低限度的应对这个债务 和孩子抚养的义务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 就是大家知道说我们的生命 可能随时会因着各样的这个冲击而随时这个发生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至少有一个定期受险的话呢 我们就会比较安心就是说我们的债务不用愁了 我们的孩子抚养 因为我不用愁了 因为像刚才所说的一个30岁的男性 每个月30几块钱每个人都付得起 但是他带来的一个价值是50万 50万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对吧 可能可以养大两个孩子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话呢 是主要保障的是我们在疾病以及康复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一个生活的来源 它并不一定是为了看病所用的 为什么说不一定呢 有可能其中的一个部分是为了支付 比如说是康复啊 理疗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要自己自费的药物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大多数的情况呢 是为了这个保障自己的一个生活来源的 那么再有就是盈余的话呢 就要考虑这个分红的人寿保险 它是以增值免税的优势 超前部署了我们的资产传承 甚至于传承给下一代 或者是再下一代都是有可能的 很多这个父母给刚刚出生的孩子 做这个保险的话 就是为了传承给再下一代 甚至于爷爷奶奶给孙子买保险的话呢 也是可以传承给第四代 这因为是他总要长大 他总要就是嫁人或者是结婚 所以呢 他可能就是有自己的孩子的话呢 到那个时候 他年龄大的时候就不用担心说 哎呀我的保费已经太贵了 因为爷爷奶奶已经给我做 或者爸爸妈妈已经给我做好了 所以给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三位作为理财顾问来说 我们的专业建议在财务上面 怎么样体现出来我们的价值呢 这个是RBC的一个这个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统计 就是左边这个浅蓝色是没有这个理财顾问的 右边这个深蓝色呢是有理财顾问的 我们看到就是短期内的话呢 其实差别不大 大概是1比1.5倍 但是如果是15年以上的长期有这个理财顾问跟踪的话呢 大概资产会相差四倍之多 那么今天我们都是以加拿大人寿的这个业务作为一个介绍的 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做的是市面上所有的这个保险 这个方面的一个产品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 这个我们要去其他的地方去做比较 我们是可以一条龙的全部给大家介绍到位的 所以我们除了保险之外呢 我们也有做机构和贷款方面的服务 关于我们TST团队的特色 如果是老朋友的话呢 我相信已经比较了解了 一般来说呢 我们就是以专业度作为我们的一个特色的 然后我们的行业经验呢 也是涵盖了老中青的这个各个年龄层的客户群 然后我们本来就是各自独当一面的 现在呢我们就是除了各自职业之外呢 我们也选择一起来共同开发市场 因为这样的团队联手运作呢 我们就可以互相补位 可以给客户的那个服务呢 达到更高的一个效率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TST财富大讲堂的这个形式呢 我们是每个礼拜像今天一样 有个主题的讲座 然后下一个礼拜呢 我们就会做最后的这个 TST保险投资案例分析及搭移的专场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 或是您自己曾经做过 或是希望做哪一些类别的东西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相关的问题带到我们这里 不一定是这个加拿大人受的 或是不一定说你一定要跟我们做的 就是如果你曾经做过的有相关的疑问呢 也可以来给我们参考一下 我们可以给你相关的一些讲解 然后其他的这个五个讲座呢 都是我们自己制定的这个品牌的讲座 包括大家很喜欢的五大公制交零合法避税 就是这个是关于避税方面的一个普及的讲座 然后呢就是还有今天我唯有带到过一些的 政府医保和重级保险的一个对比 那么做退售基金的时候呢 我们会讲到RISP的十大存取技巧 还有刚才我讲过的这个资产传承 里面有很多税务跟法律方面的知识 再也就是今天这一类的讲座 下面呢其实我不需要做一个展开的讲解了 就是我们现在的所有的申请呢 都是免接触的 全部是通过Zoom来完成的 或者是用微信和电话这个来联系 最后申请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在Zoom上面直接这个操作 然后呢都是用电子版的签名 如果这个您的保额在我们的这个定的范围之内的话 其实我们的这个新的标准也是非常的宽 所以大家会看到说18到45岁如果是做这个受险的话 200万以内是不需要做体检的 同样重级的话呢就是0到50岁25万以内是不需要做体检的 好的那今天我的讲解呢就到这里 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可以扫一下我们的群二维码 可能因为刚才李总您告诉我们时间早就到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没有时间给大家做一个搭移的这样一个环节了 但是呢记得嘛我们下个礼拜的同样的时间 是有搭移的这样的专场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下个礼拜啊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交交流好吗 谢谢大家 好谢谢 我谢谢三位老师 谢谢 唐嘉 那个 现在啊那那你们这结束了是吧